看一部电影提拔为人生 这里是唐司令书电影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电影是 世界奇妙物语 2014秋季特别篇 故事冷 智仓赖子有一个美好家庭 只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感觉自己在家里的存在感越来越低 他在公司上班也存在感很低 同事一到帮忙才会想起自己 这天同事拜托他下班后 去冷藏室检查 库存商品保持期 还没经过他同意 同事就溜走了 智仓很无语 但还是照做了 因为记录资料的笔墨水不足 他甩了甩把笔甩掉了 他在剪笔的时候 没有回应经理 在外面喊的有没有人 经理也没有仔细走到里面检查 于是就把智仓锁在了冷藏室 智仓看灯灭了 跑到外面查看情况 结果发现自己被锁在了里面 他连忙拨打了保安室电话 偏偏那个时候 保安在和经理聊天 把智仓丢入了孤立无缘的状态 任凭他喊不喉咙都没用 冷藏室的温度停在了零下-17度 为了保暖 智仓取来了纸箱 打开了打火机 画面有点凄惨 他开始胡思乱想 觉得自己会死掉 但又舍不得自己孩子 所以内心呐喊着救命 但身体不允许他动弹 在他昏迷的画面中 他看到了救援队破门而入的场景 再次睁开眼的时候 他是从医院的病床上醒来的 原来他被得救了 只是有点奇怪的是 他的身体好像出现了点问题 先是在大热天里觉得自己很冷 喝热茶觉得自己很冷 碰到儿子也觉得很冷 后是在上班时候 看到呼闪的灯泡觉得很冷 手不小心被高温的铁板烫到起泡 都觉得很冷 对于上面的这种情况 智仓跑到了医院看医生 医生给出的解释是 这是人内心的某种自我催眠 就好比说 把一根高温的铁棒靠近你 再给你戴上眼罩 换成一根普通的铁棒靠近你 人都会觉得自己被烫到 因为智仓之前在冷藏室被冻过 大脑对内似的惊吓还没有恢复 所以导致他现在都感觉自己处在冷库当中 乍一听是很有道理 但现实是他真的越来越怕冷了 即便是儿子给予的热情怀抱 他都很排斥 他们一家三口去到了一家拉面馆吃面 滚烫的汤水让人难以下口 所以老板才提出五分钟内 吃完一碗面就免单地挑战 大家都纷纷败下阵来 智仓就不同了 一口接着一口地吃 旁边的人都惊呆了 他们纷纷放下碗筷盯着他看了许久 最后挑战成功的他把老板都吓到了 在此之后 智仓怕冷的做法越来越离谱 他穿起了棉衣 戴起了手套 拒绝接触任何物体 所以导致他无法正常干家务 连便当都无法给儿子准备好 外出的话常常引来异样的眼光 因为当大家都穿短袖撑伞的时候 他棉袄夹身 简直就是个怪人 公司上班也是 看到滚烫的水就像把手伸进去 就算被烫得通红 都没有任何的知觉 还是觉得很冷 同事端来热肠慰问他 结果他喝了一口一把推开 说他为什么给他送冰的 同事也很生气 怒视他该适可而止了 回到家的智仓 把自己裹在了厚厚的棉被里 外加打开了四个供暖器 然而他依旧感受不到任何的温暖 躲在被子里瑟瑟发抖 寒冷已经让他什么都做不了了 又没有给儿子做便当 懂事的他并没有责怪智仓 还张开双手给他拥抱 结果智仓抱了一下 因为太冷立马推开了他 老公很生气 责怪他在这样下去 完全无法好好生活 神受打击的智仓感到无比的自责 他拿起了全家福 看着老公和儿子 觉得自己无论如何 都不应该拖他们后腿 于是他爬到了阳台决定自杀 就在他准备跳下去的时候 刚好周围发生了火灾 他想着反正都是死 为什么不最后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而且那火正是他渴望的温度 于是智仓利用了他不怕热的属性 冲进火场把小孩救了出来 最后的他赢得了孩子母亲 小孩接访邻居的一致感谢 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存在的意义 他想起小时候爸妈给他取名为智仓赖子 就是希望他能长大后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但是在他的成长过程中 他忘记了初心 开始虚度美日 如今他因为火灾再次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 这次他无论如何都要按自己想要的方式去活 于是他成为了一名消防员 去帮助每一个有困难的人 老公和儿子也以他为豪 伴随着呼闪的灯泡 画面再一次切断了冷藏室 经理和保安冲了进来 他们发现了智仓的被冻僵的尸体 原来他根本就没有被救出来 而刚才的那段故事 是他在直面死亡的时候 幻想出的一段美好时光 好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 不妨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 点赞评论走一波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